今天想要扯席我的师傅 Kevin老师的一个七字修容法 七字 对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是 今天会特别选择是偏暖色调的修容 暖色 对 暖色调 然后修容的位置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通常我会选择一个七字修容法 我会选择颧骨下方这个位置 怎么样一找到你的点 因为有人会说我就是露露的 怎么会找得到我的颧骨 你其实只要在嘴巴内侧 你会特别把你的牙齿微微的张开 然后吸 就会找到这一条 就会找到这一条颧骨下方的线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点点 然后我们第二个点就是 你的耳下这里 因为我们胖胖的会很容易 看不到这边 所以就要用肉去用手去搓肉 然后摸到这个骨头位置 是我们第二个修容的位置点 然后当颧骨下方再加这一个点 就是我们我所谓的七字头的 它的盖头 七字修容法的盖头 七是哪一个七 七 阿拉伯数字的七 数字的七 对 好 例如说现在 油外往内的稍微的带过 因为为什么要油外往内修 是因为你如果在下笔的时候 直接从油内往外的话 会前面很重 反外后面会很浅 所以你会看起来会更像这样 它就没有漸层的感觉 就会像吸血鬼 对 会像吸血鬼一样 然后刚才说的盖头就是这边 我们刚说的这个连接下额骨的地方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它的下巴 我们可以从这里连接到下巴 所以我会再把它连接过来 接到下巴的正中央 对 红糖就是感觉是脸跟脖子 连在一起 对 然后正面看起来 它的线条就一样 对 这也是我们修容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可以顺便拉平你的脸型 好明显 想跟爱戴尔一样 肉肉脸还能有立体轮廓 叫做PINK老师的七字修容法 让消失的颧骨与轮廓重见天日